记者林慧琴台北报道,为福布国建署委托销机会调查,在去年4至9月赴全国抽策660家饭烟业者,安排年满18岁工读生身穿国,高中生制服到店里买烟,测试业者是否会拒绝买烟,结果发现违规率达到31.8%,尤其冰浪滩,传统商店比例最高。 根据烟害防治法第13条,任何人不得供应烟品于未满18岁者,为者最高可处5万元罚款。 不过,国建署健康教育及烟害防治组长罗素英表示,去年调查仍发现,各类犯烟业者违法卖烟比率为31.8%,其中,以冰浪滩,传统商店雷归率分别46.2%, 41%最高,连锁便利商店,连锁超市大卖畅违规率则为19.6%,11.8%,罗素英指出,依照去年青少年吸烟行为调查也发现, 高达49.2%的吸烟锅中生买烟时未被店家拒绝,呼吁商家应依法落实具卖烟品的责任, 例如询问年龄、出示身份证件等方式,才能守护青少年的健康。 罗素英强调,去年已执行相关机查达到45万加次,成功查获425件违规案, 共开罚367万元自由电子报关新银,吸烟有害健康。